与达芬奇密码剧组成欧洲之星火车抵达嘎那电影节作节目首映的举动相比 该片的香港首映里也毫不逊色 一众艺人包括吴燕祖籍女友LisaS 周迅 徐若萱 雷鸣女友乐基尔 那些演员林小冉在内的多位艺人 接身穿昂贵的迪奥礼服出席盛会 这边 这个有人要噴안 数据显示海外调查中44%的人决定到影院观看的达芬奇密码 对中国的明星来说也有着非一般的诱惑力 当天到场的许多艺人都曾是独本的忠实用户者 大概看过 然后主要是上网看的一些资料还有达文西的话 我有一本就他的有关于他以前到现在所有的画册这样子 然后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小说写得很棒哦 营造一种让人家很期待 然后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谜底 所以我今天非常的期待想要看 达芬奇密码这个书现在看过 然后就非常期待什么电影 我自己还没看那个书 他有看过 What do you expect for this movie? I'm very excited I read the book so very excited 他很喜欢那个书 然后我自己还没有看没有时间看 所以可能我今天晚上就第一次知道那个故事 而说起首映里上最为抢眼的明星 要算上吴彦祖和他的女友Lisa S 以红色为主色系的情侣装在现场很是妖艳 一向对于两人感情不愿多谈的吴彦祖 这天却主动说 会穿情侣装完全是自己刻意而为之 一边忙着被艺人隐私 而与狗仔做积极抗争 一边吴彦祖却不再对自己Lisa S的恋情处处遮挡 不久之后 便会随夜烟去组出现在嘎尬电影街上的吴彦祖 也将带上女友一同出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